诶 杰哥 如果你有一台劳款卡验 你会选择把它卖掉吗 现在可能20万都不到了 那就报废掉 那也太可惜了吧 那就花点小钱呀 把它里里外外都翻新成新车的样子 然后再开10年 如果你是最早一批富起来的卡验车主 这个视频建议你看到最后哦 这台呢 车子是从浙江拖车到电的 它的排量是3.0的一个排量 这个车主呢 就赶在了互联网的第一波风口 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这个大哥呢 长期在国外工作 所以他这台车呢 早就闲置了 就想给他老婆开 本来呢 就打算卖掉 换台奔驰啊 那些宝马等等的 但是呢 一过去估价 这台车只能卖个十几万 卖掉真的是太亏了 所以呢 看了我们家的视频 就决定把车子拿来搞一下 我们店呢 从02年到现在呢 已经有22年了 而且厂房占地面积是17,400平方哦 所以相对升级业实老车的话呢 我们肯定是更有经验的 它原车的油漆呢 已经破烂不堪 惨不忍睹 这部这个车主呢 非常喜欢一些新款 才能选配的比斯开兰的颜色 我们就帮车主给安排上啦 然后我们广仓采用的一个油漆呢 还有光油 全部都是巴斯夫 原厂英武的一个品牌哦 所有都是按照原厂的一个品质去做的一个油漆 包括我们广昌呢 还有8个高温的烤漆房 师傅呢 都是十几年经验的老师傅帮你制作的 你看上面这个亮度 光泽度 叔叔 嘎嘎好 再来看一下它原车前杠车主呢 觉得就是过时老气了 我们就帮车主选择了现在24款的Turbo GT前杠 搭配双杠灯 而且你看这些地方做一个哑光的处理 会显得整一个前脸更加有层次感哦 大灯呢 车主觉得原车的发黄了 而且开在高速上也不够亮了 经常干不进前面的路 安排一个这个新款的矩阵大灯 比你原车亮600 而且你看颜值是不是比原来的要高很多 原车的鞋子小气对吧 也不好看 我们帮车主选择了现在新款的脑巢鞋子 再搭配一个竞速黄的卡钳 这样子会显得更加运动哦 前脸改了 那尾部呢 也不可缺少 原来的尾部呢 也确实是非常过时了啊 我们帮车主换了这个17款的尾部 搭配了一个尾门 尾灯 后盖一整套 还搭配四处尾喉和这个竞速的一个后唇 再搭配了一个GTS双层尾翼 这样子一整套看过来不仅吻合度好 而且有一笔原车提高颜值不少 运动感也拉满了 内饰很多地方磨损老化对吧 没关系 广超呢可以帮你全部变成这个新款的一个内饰颜色 并且我们采用的一个真皮呢 都是德国百的一个头层小牛皮哦 缝线呢都是采用法国亚曼的专用缝线 我们广超用机器呢是杜克普的机器 而且再来看一下我们里面用的黑胶都是法国富乐的黑胶 无毒无味还拿去划测做过检测的呢 所以让大家用的放心 关于老车翻新呢 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化的一个升级方案哦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在我们评论区讨论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